男人秘書長之後 第一個公開活動 民進黨秘書長林宥昌 率隊跟孩子們開趴 未來也將由他領軍 帶著青鳥飛出台北 第一場應該會是在花蓮 那第二場會在新北 第三場會在台北 不是如在野黨那麼全謀的說 認為這是為了 未來所謂的一個罷免 或者是要做政治的一個對抗 預計從十四號開始 民進黨要展開為期一個月的 反濫權護民主全臺宣講活動 第一站要向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總召副寬其踢館就選在花蓮 依序則是在新北臺北舉行 尤其雙北有多位藍尾 被綠營點名要罷免 綠營將辦上白場的街頭宣講 延續青鳥精神 在全臺遍地開花 國民黨認為必須讓民眾知道 國會改革的真相 邀請我們的黨籍立法委員到現場 為大家說明國會改革的重點 面對綠營下山藍營也要展開反制 從六月十五號開始在二十二縣市舉辦 至少各一場以上中大型的說明會 定名為臺灣第三波民主改革 國會改革說明會 由地方黨部主辦再跟區立委們搭配選掌 而地震就宣在臺南 建制總統賴清德的本命區 國會改革絕對不能只有民進黨一方 扭曲造謠的聲音 我們一定會走向街頭 跟我們所有的人民來面對面的溝通 這是立喪一個非常偉大的創意 可以得政治諾貝爾獎 創意總監是誰 當然是朱立倫 從立法院站到全台 國會職權修法延長賽正式開大 華視新聞張炫方 伯鋒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